根据国会之前通过的美国经济援助和刺激法案 联邦将拨款250亿美元援助全国各地的公共运输系统 其中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获得了39亿美元 但MTA表示还需要更多援助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估算 大都会运输署在2020年的收入损失 会高达85亿美元 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地铁公交的乘坐量断崖式下跌 以及疫情期间增加清洁措施而导致的成本增加 另外 这次疫情也给大都会运输署造成了惨痛的人员损失 周二与会的各地公共运输机构 也都不同程度地呼吁联邦给予更多帮助 他们也强调在疫情期间 公共交通所起到的作用 大都会运输署称 如果经济损失不能得到更多的补偿 那么纽约市公交的票价、服务班次 还有服务改善计划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新唐人记者 金石 奥利福 纽约报道